仅仅凭借一瓶假摩台 这个下乡之亲直接逆袭成为副国级大上 连一众省部级领导都争先向他示好 而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争取一个上吊的名额 李小章本是一名下放多年的之亲 但没有背景的他却迟迟没有上吊的机会 然而他相恋多年的女友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再不结婚的话俩人都要身败名裂 为此小章特地请了十天的假 还特地跑来商店想买瓶茅台提亲 可怎料这12块5的茅台也不是他能买得起的 还白白被老板嘲讽了一通 可离小章心思活络 他向老板买了一瓶烧酒一个茅台的空瓶外加一根红蜡烛 经过一番简单的加工后 一块二的烧酒就变成了招待外宾的茅台 小章满心欢喜地提着茅台来到女友家 怎料未来的老丈人却并不买账 只要小章一天调不回上海 就别想着和女儿结婚 无奈的小章只能先行离开 希望女友能帮忙做做父亲的工作 他老呆在农场调不回来 你跟他见面有什么用 眼看父亲太子坚决 女友只好又将茅台还给了小章 让他拿着去走走关系 毕竟已经有很多人靠着关系调回了城 没想到这无心之语却彻底得朗了小章 竟直接当街抱怨起来 一场好好的约会也因此不欢而散 看着女友远去的背影小章暗暗下定决心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嘈杂声吸引了小章的主意 一群没有抢到票的青年围住了剧院的赵团长 恳请他帮忙买票 可赵团长却置若罔门 直到一辆汽车停到了剧院门口 这才一连调媚地赢了上去 原来是文化局的孙局长道 我就知道您会来的 我就一直站在那等 还有位子吗 有 有啊 没过一会市委吴书记的爱人前处长也过来看戏 赵团长连忙招呼两位贵客进门 自己则留在外面等候宣传部的马部长 老马部来了 他明天要送友好访问团去日本 今天晚上哪有空看戏啊 几人的对话被不远处的小章听得一清二楚 其余上吊的他不禁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冒充马部长的秘书给赵团长打去电话 表示马部长今晚不会过去看戏 但他一位老领导的儿子刚从北京过来 想让赵团长安排接待一下 请问这个糟贩的儿子姓什么 他是不是马上就来 他马上就到 他姓李 部长交代你在门口接待他一下 就这样李小章轻轻松松便取得了赵团长的信任 还在他的引导下坐上了全剧场最好的位置 这是他一个平头百姓同未享受过的代言 而周围人投来的艳羡目光 也让李小章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梦 话剧散场后赵团长为了巴结上这位北京来的公子哥 不仅好烟好酒的热情招待 还特地将几张内部票全都掏了出来 我有几张内部的电影票 美国的 日本的 大波的 通都给你 那太好了 而李小章则掏出了那瓶假挠台作为回忆 这个跟一般的不同 是真正招待尼克森喝的那种 看到他出手如此阔处 赵团长更加确信了他是大领导的儿子 可却怎么也猜不着他父亲的具体身份 李小章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却让赵团长更加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还非要引荐前处长给他认识 说前处长的爱人吴书记是他父亲的老胡侠 之前还给他家送过一团名贵的仙人掌 害怕身份被揭穿的小章刚想趁机溜走 赵团长就带着前处长赶过来 而李小章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 前阿姨我没见过 吴伯伯在六三年到我们家去过 他大概还记得我 听到吴书记去了黄山开会 李小章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不少 看着这些以前见一面都难得领导 对自己领域有加 李小章胆子也不禁大了起来 干脆新一恒提出了自己上吊的事 我一个本家 也是从小的同学 现在在海东农场学习劳动 想上吊回上海 旁边的孙局长文言当即就把这事给硬偿了下来 他和农场的厂长是老战友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可大喜过望的小章还没来得及高兴 前处长就非让他退掉宾馆去自己家小住几天 没法拒绝的小章只好不做淡地 随意follow的电话假装退房 这是一部能让歌手谭永林拿下金马影帝的电影 南湖宾馆吗 哎 你打错了 我们这是宾驿馆 哦 今晚我不回来住了 哎 你大概是神经病 嗯 是的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你啊 服务态度真好 农村之亲为了上吊冒充成高干子弟 凭借着一瓶假茅台和自己精湛的演技 将一众省不及领导忽悠的团团转 目前没有任何人对小章的身份起 文化局的孙局长更是亲自设下家宴 而前来作陪的赵团长不仅带来了那瓶小章送给他的假茅台 还专门带上了话剧团有名的美人乔红 其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想用美人机棒上这位金城来的大哨 可李小章此刻眼里只有上吊的是 他向孙局长询问事情的进展 其料得到的结果却不尽人力 原来吴书记已经下令停办所有上吊事宜 除非是能拿到他清理写的条组 否则任何人都没法通过审批 忙活了大半天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李小章郁闷得连菜都没吃几口 即便是面对乔红的头怀送到 他也提不起丝毫性质 但当他得知其与王副市长关系逆切后 他立马主动请乔红安排两人见面 而当王副市长得知他就是李参谋长的儿子后 更是表现得十分熟忍和热情 原来他和李达曾是共识多年的战感 而李小章也因此通过他 获悉了不少自己父亲的往事 也正是靠着这些具体的小事 才让他在吴书记面前没有露出破绽 市委的吴书记为人十分小心谨慎 他当回家便对李小章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但李小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道 面对对方不冷不热的态度 他早已做好了万全种 吴伯伯 你从我们家那份仙人掌 真是您懂 到现在还活着 哦 这么多年我都忘了 你忘记了 他都知道 而吴书记也不是这么好呼喚 他假装漫不经心的谈话 实则偷偷给李小章设下圈套 好在昨天王副市长的恶补 让小章识破了他的陷阱 但即使是这样也没能让吴书记彻底信任 还表示要打电话去北京那边核实情况 李小章见状只能谎称肚子疼 然后抓紧时间翻过围墙 一股脑地冲到公共电话亭给吴书记家打去电话 在冒充工作人员跟吴书记一番简单的光话后 他便操着一口方言开始模仿起副总参谋长的语气 吴书记被忽悠的满口秤实 还将小章上吊的事给答应下来 可当电话挂断后吴书记却立马变了脸色 毕竟这通电话来得太多蹊跷 而毫不知情的小章还以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 兴冲冲地跑到工厂将好消息告知女友月华 俩人来到河边畅想对未来的美好生活 奇料身后却突然出现几个黑影 不由分说地将小章给揍了一筒 而这些人全都是厂长儿子的手家 原来他也一直在追求着月华 所以才晦气不过找人将他教训一番 可他却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捅了多大的娄子 吴书记不仅替小章出了一口恶气 为了安抚他甚至要亲自出面替他解决上吊的事 他找来文化局的孙局长将事情交代给他 奇料孙局长却推扣说要吴书记批条子 两头受气的孙局长只好又将此事报告给吴书记 眼看王副市长都亲自出面 吴书记也终于松口给批了条子 有了这枚上方宝剑 小章上吊的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看着手里几张薄薄的吊铃 小章忍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月华也喜不自禁扑到了他的怀里 这是两人此生最幸福的时刻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小章回去后便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此行 前处长还送给他一瓶特供的茅台当做礼物 而这瓶茅台正是他当初自己制作的那瓶 奇料这么兜兜转转一大圈 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手里 临行前吴书记还特地安排小章去看了场演出 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亲爹李总参谋长也来到了吴家 直到自己被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架走 这才终于反应过来 而蒙在鼓里的赵团长还急冲冲地跑出来制止 质问他们是不是抓错人 伴随着李小章最后的呐喊 他被押解出了剧场 而那瓶假茅台也掉到地上摔了的吸水 一如被撕掉伪装的李小章 讲过终归指示的讲过 此时很快被传的人尽皆知 而月华也因为承受不住流言蜚语 选择了投胡自己 得知消息的小章也因为愧疚选择了割腕自杀 只在监狱的墙上留下五个血淋淋的大字 假如我是真的 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由王瞳导演上映于1981年 而叱咤歌坛的校长谭永林 更是凭借此片一举拿下第18季金马奖影帝